再来看一下这一盆茉莉夏天 可是这个茉莉的赌场哦 茉莉在夏天是越晒开花越旺越香 所以夏天养茉莉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大家看我的这一盆茉莉 这个珠型现在还不是很大 没有那么饱满 但是上面的话竟然开始孕育这个花类了 大家看到没 我是不希望它开花这么早的 毕竟如果才这么一点新枝条 到时候开的花也不够抱 几朵的话没有看头 所以现在我决定给它稍微修剪一下 因为修剪完之后 它就会长出新的侧芽来 这个茉莉是很耐修剪的 越剪它长得就会越旺盛 为什么这样说呢 比如说像这个枝条 我如果从这里给它剪一刀的话 到时候这个边上就会长出侧芽来 那是不是越剪就越茂盛 等这个侧芽长到一定的高度 再给它修剪 它又会长出侧芽来 就像这一个 大家没有发现 这一个我是在这里给它做了这个修剪 然后长出了两个侧芽来 等这个侧芽长到了一定的高度 我又给它剪了一剪刀 又长出了一个侧芽来 所以养这个茉莉的话 一定得舍得下狠手 才能回报你很爆的花给你看 可以这样说 就是可以开很爆的花给你看 像这一种的话 我还是虽然还比较嫩 但是我还是给它打一下点 不要这么快开花 这么快开花的话 太耗营养了 就会影响其他的这一些枝条的生长 还是一起开花会更加的漂亮 OK 剪成这样就差不多了 今天的花园生活就到这里了 我们明天继续